本邦选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布,关于打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,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并指出,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,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,以及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,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存在,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,包括发展壮大新动能,促进传统产业, 产业转型升级,深入推进创新创业,加快农业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等内容,要为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,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任务,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,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,校企合作,在做大做强新动能中,创造更多选合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就业岗位。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,为澳传统制造业像智能化、绿色化、高端化、服务化发展的人才需求,领导和支持企业,完善职工技能培训制度,同时,还要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实施。 引导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,像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势转移,优化就业空间结构,在鼓励创新创业方面,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卡和制度性交易成本,不断激发市场活力,催生更多希腊就业性市场主体。 同时,加快建立企业为主体,市场为导向、差学延伸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,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力度。 值得注意的是,加快培育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,扩大职业农民就业规模。 根据意见,资本市场及外商投资在促进就业方面,同样可以有所作为。 一方面,要统筹发挥各类创业引导资金作用,拓宽股权投资、债券市场融资等直接融资区等,优先保障反乡下乡创业用地,加强农存道路、信息和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点设。 另一方面,全面实施正入前国民待遇,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,简化外商投资相关程序,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,更好发挥外资企业拉动就业的积极作用。 还要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引导,健全对外投资合作服务保障体系,鼓励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,创造更多外向型就业机会。 同时注意信纳被投资国本地就业,促建鼓励合作共赢,要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,化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,做好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,延长阶段性降低住房工, 公基金缴存比例实施期限,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,按照意见要求,对符合产业升级方向,产品技术较为先进,但是国际国内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响遇到再实际困难的企业,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或少裁员等,继续实施原奇闻港护航行动,鼓励企业建立稳定性有就业岗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